嗨,小朋友们好 今天耶稣妈妈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呢是 关于疫情下的彩虹世界 把这本书呢,献给我的家,你的家 疫情之下所有不能外出的小朋友们 彩虹世界 由英国的米歇尔·罗宾逊·文 英国的安米丽·汉密尔顿·图 阿甲义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 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 我想出去玩,闷在家里我可不乐意 我想念奶奶,想念好朋友 想念所有人 妈妈说 等一切好起来,你会见到他们 来画一个大彩虹 贴在窗上展示吧 人们经过看到时 就会说 是啊,所有的暴风鱼都会过去 这场暴风鱼也一样 他们会感觉有些欢喜 心中多些希望 我们把燃料罐翻出来 我最喜欢画画 我们有很多红色 所以一开始很顺利 可是,红色让我想起我们教室的椅子 妈妈抱了抱我 这场暴风鱼一定会过去 我够不着上面的橙色 可是,妈妈在忙着工作 爸爸在对付弟弟 弟弟好像很不快活 那就先用黄色吧 它像太阳一样明亮 我把黄色头抹在红色边上 哈哈,真好玩 我自己调出了橙色 但是,我调不出绿色 我需要用蓝色来混合 可蓝色燃料罐已经空了 我开始觉得有点孤单 有点难过 这时 用盒子上的纸板来做怎么样 爸爸说 他来捡,我来贴 弟弟也来大把手 我们搅合面粉和水来当浆糊 齐心协力真不错 妈妈说 这蓝色看起来像大海 一起去探险吧 大风大浪只管来 去海边 去都市 去森林 去公园 不经历黑暗 哪懂得光明的灿烂 不经历风风雨雨 怎能见彩虹的缤纷色彩 继续做彩虹吧 我们又忙起来 我从来都不太确定 什么是电青色 爸爸笑着说 电青色嘛 就像你的第一辆自行车 他们翻出一个 我从没见过的盒子 里面装满了纪念品 装满了美好的回忆 我一看见妈妈的牛仔裤 就大喊 电青色 嗯 我可不能 解妈妈的裤子 那就 浅杂质上的材质 爸爸拍张照片 发给奶奶 我说 有回忆真好 我们每天都会创造 更多美好的回忆 我的彩虹 看起来太棒了 最后 只差一道紫色 哦 阿子是最可爱的 阿子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好想他 非常非常想他 妈妈拿笔记本电脑过来 我们可以视频通话 哇 你相信吗 阿子就像我一样 他也在画彩虹 要给人们带来希望 我们走去看他的彩虹 他也走来看我的杰作 我们互相挥手 真的 这样也不错 世事是无完美 我的彩虹也一样 那又如何 我所拥有的一切 让我感到开心富足 我有阿子和朋友们 爸妈和弟弟 当这场暴风雨过去 我们还拥有彩虹 宝贝 如果你也因为疫情 此刻正待在家里 不妨拿起你的画笔 也来画一道彩虹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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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